香飯們壓血和豆腐 讓陶客一口接一口 從臺中起家的老字號 麻辣鍋店頂王 2007年插起臺北開設光復店 如今卻仍去樓空 在臺北市插起十六年的頂王麻辣鍋 過去是不少韓流明星 來到臺灣必吃的店 不過他們因為租約到期 在今年六月十八號宣告協業 才協業十一天 馬上就有工人把店內物品 統統拆除 準備搬遷 畢竟頂王光復店剛開幕後幾年 生意可是相當火爆 當地居民最有感 十五六年前的時候 我常常去那邊吃 要排隊 要排隊 早期的時候 那個地方是比較集中 對對對 過路客 上班族比較集中 那這家門店是屬於計畫性的簽點 經過整體商業考量之後 目前正積極尋找新的店點當中 全職主要的考量是以人潮商圈 還有交通便利性危助 過去光復北路堪稱火鍋一級戰區 頂王開幕後隔幾年 一兵一族鍋物概念館 就開在他對面 照進異味濃厚 在前幾年也黯然退場 改成揚州館進駐 原本在頂王旁邊的網紅火鍋店 購購肉也悄悄吹席燈號 如今是平價咖啡店 他大致上就是住宅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商用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商圈的效益 而且他因為他周圍的捷運站點 其實也有一點點遠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面 可能在這個捷運商圈的效益 也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去展現 儘管當地電租行情 單品落在兩到三千元之間 而且沒有明顯漲勢 以臺北市來說相對評價 但因為外來客有限 餐飲品牌難以長久經營 過去火鍋店聚集的熱鬧盛況 恐怕回不去了 三星網上是一庭台北報導